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臭宝的眼花问题 第一 臭宝说你看我绣球 他说六月底的时候修剪了 六五月底 他说新叶子卷曲 而且新叶也慢慢的交边 其实呢这个还是有点通风不够意思啊 这位花游 他不需要很强的光照 油点就够 但是他需要很强的通风 明白吗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啊 如果说用点杀菌药配合翻肥水的话 就能够很有效的去治疗他 适当的折一下阳光会更好 明白吗 如果说你光照过于强 他就会把叶子缩起来 尽量的减少光照的面积 就像我大舅子一样 下个手把 你帮我看看这什么病啊 小叶黄羊 剪了就行了 如果单独的一根的话就剪掉 你单独的看一个叶子的话 不能判断他有病 就跟我一样 我要给你好一根白头发 你看白头发了怎么办 你要整体去看 这个人出了神经有点问题 精神有点问题 可能其他都没病 是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道理啊 拍一个完整清晰的照片 这种不好的话可以给他剪掉 该用杀菌药的用杀菌药 就给人吃抗生素是一个道理啊 你看我最近鼻炎 也又该吃点鼻炎药了 就会扛过去了 小病不影响 明白吗 下回呢拍植物的整体 下周本啊 他们说我的逃跑新娘快嘎了 在这里给大家算一下 落跑新娘 不是逃跑新娘 只不过呢 说落跑新娘的话会侵权 所以说大家都喊出逃跑新娘了 不过也有叫跑跑新娘的 帮我看一下什么毛病 这是有点晒焦的感觉 它也不需要很强的日照 大花绣球跟这种爬藤绣球 都不需要很强的光照 它跟那个圆锥绣球不一样 这个叫圆锥绣球 圆锥绣球就需要很强很强的光照 而再几个锥绣球就不需要 好吧 这就强光暴晒而导致的了 感觉 下周本 金橘枝条变黑 在那那那的 其实有条件的话 还是在室外一样比较好 它钓叶子很正常 到了秋天左右会开花结果 第二年春天又会再长叶 这是它的季节性 周而复始 它就是个鸟样子 你看它又结果了 它开花结果的时候 它可不管有没有叶 对吧 就跟我大舅子怀孕的时候 它一点都不化妆 它也不打扮 懂这个事就行 所以你现在可以把果掐掉 正常去养护 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换一个稍微大一号的盆 没事的时候 看看老花衣的那换盆视频 用点老花衣的盆和土 会养的很好的 下周本 我的九里香 买回来都是花 两个月的水大缺光 通风畅 这位花友 九里香 枝子花 茉莉花 喜欢大阳光 大水大肥 没有阳光 阳不好 下周本 竹子种黄叶怎么回事 抓住 往下一转 上面好就行 别管这个事 你都结婚了 你千句有不好 关你啥事 丢掉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人问题的视频来预言 我是老花衣 眼花最人一 白醋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